陈寶慧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神出鬼没 我看你说得是你自己吧 还是老样子 说话阴阳怪气的 我可没那个时间 去做阅读理解 你看看你这身过气的礼服 还有这项链 租的吧 不过也是挺配你的 跟你一样小架子气 对了 两年前 你还是个跑龙套的吧 虽然现在有点名气了 但这骨子里啊 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是啊 我这个烂泥 凭借自己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跟您这位公司 花大价钱力捧的小花 平起平坐了 你说谁更烂 你 说得好听 你以为你是出于你而不染的 小白莲吗 还不是靠楚颜 如果不是她 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 刚刚 还让她给你介绍人脉资源了吧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我这么个小角色 怎么能让真大小姐气急败坏呢 原来是因为楚颜啊 不过你放心 我和楚师兄呢 只不过是一部戏的一幕CP而已 不会影响你们的星座的 还是说 你的楚颜 有别的意思 你好 请问刚刚两位谁要的苏打水 五十四 好 你怎么问我 你怎么说 跟你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李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我刚刚手没拿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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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刚才说我反应太快了 所以误伤了你 不好意思啊 人呢 先生 不好意思啊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刚才的事我也有错 你的衣服都湿了 要不 不用了 别啊 这样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 虽然说不是我先动的手 但是我也有责任 衣服什么牌子 我赔给你 我说了不用了 谢谢 先生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有点面熟 老头 你戴上的方式真的很老头 小姐 不是 你看 这样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 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 小姐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不好意思 那个先生 你真不觉得我有点面熟吗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还有 小姐你确定 进 进进进 他就应该做失误了 你会确定要是他 应该做失误了 不许有すごfounding 他们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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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英文就应该会 是给ートeds 决定吧 我已经什么有 照片 真的 irgendwo Exchange 最近受到风声 他们可能会有大动作 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好的 老板 对了 有关他病历的事 再缓进行 明白 礼礼 别睡了 大事不好了 你快起来 你干什么呢 起来 起来 你都石黄了 再睡你就升天了 我升天不好吗 怎么被你说得 像天大的坏似的一样 你自己看看虎友和热搜 你这件睡衣挺好看的呀 你在哪儿买的 来 给我也买一件呗 怎么回事 楚颜和江姐 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 你看看微博热搜和虎友讨论 不就知道了 你看看具啦 干嘛呢你 欣欣相应 昨天演到你离见男女主感情内极 还把女主弟弟搞死了 现在 全网都在劝你善良 这不也说明 我的演技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吗 嘛 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你看第三条 这什么情况 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眼熟 想过去问问他 怎么就被拍成这样了 你不认识灵异周 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厕所前缠绵 我们没有缠绵 我们也没有亲热 你该不会 连灵异周是谁都不知道吧 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 灵异周啊 他可是灵氏集团董事长 港东首富 他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的 而且他还是全港东女人最想嫁的 公民老公 有那么夸张吗 还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个两百公斤的胖子 孤了刮我 这个可不是我乱说 你看 灵异周 二十九岁 港东精英 灵氏集团董事长 你今天跟灵老公 谈得怎么样了 你都别提了 我从中午等他到晚上 我连人影都没看着 人影都没见到 现在这些媒体 真是太过分 怎么了 她们有没有搞错 灵力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夏琳 你忘记你是谁了吗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啊 你要用你的演技去感动她呀 林聪 你忘记你是谁了吗 我是没有办法再来找你的 我相信你不会坐舍不快的 你可算了吧 我要真像你这样 我都会被保安给轰出去 但是有一点 你说的是对的 什么呀 我一定能说服灵力中 说服 说服是说服 我可不能让这种 不实的八卦 毁了我的事业 还有我的脸 对嘛 这个才是我认识的夏琳 对 还有脸 别浪费 昨晚 我在八卦族里深拔灵宝子 发现他休息日 都在私人会所令机间 林联 你有没有觉得 灵宝子身边那个人 有点眼熟啊 眼熟 没觉得 你是不是在那儿写剧本 别太久了呀 不如趁他们休息 你赶紧去说服灵宝子 说你个头 我被他放了这么久的鸽子 还害得我 被那些人说豪门梦碎 这一次绝对不能轻饶他 所以你呀 走真情哦 没看到这次鸽子 没什么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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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 Youth 凌亿舟 你明明知道是我 你为什么不说啊 你为什么避而不见 夏小姐你这好像 不是求人的姿态吧 你忘记你是谁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 你要用你的演技 去感动她呀 林先生 你不认识她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唐突过来找您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前几天的新闻 不知道您看到没有 什么新闻 你是说 洗手间 热搜不是我买的 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没有误会就好 事实上 这件事情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大 我知道林先生 你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点小小的绯闻 对您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而言 却是致命的打击 不仅在生活上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很多工作也被取消了 以后也要顶着 不时地骂名度过一生 而且以我现在的形象 来澄清这件事情 一定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我才过来找您 林先生 求求您 帮帮我 好不好 好啊 真的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那我们聊聊 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临时有一流的公关团队 他们会给出最正确的答案 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 参加新闻发布会 好的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你说 看到这个口袋了吗 好 里面有个东西帮我掏出来 哦 好了 带上 老板 就这样吧 喂老板 文黎你在哪儿啊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在 小浩文 不好意思的 相信 今天晚上七點 我讓你幫我召開一場新發布會 我要所有的媒體都到場 知道嗎 好的 我馬上安排 夏小姐 安排好了 你是真的打電話還是在耍我呢 今晚七點 新聞發布會 今晚這麼快 快點不好嗎 不是 我是說 是不是太倉促了點 最起碼 讓我換身衣服呀 你的造型問題 我來幫你解決 我會幫你找最好的造型團隊 謝謝你了 林先生 這也是 基建的 禮節之一 我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不過 你的天真取悅到我了 搞定 不枉我跑了兩公里 你怎麼搞定林一舟的 當然靠的是眼鏡 好巧啊 造型師做造型 都是做一套的嗎 可以了 好 什麼可以 我不選擇 你會讓我來找你 我要來吧 你一定可以 你怎麼搞定 你怎麼會 我隨便 你隨便 隨便 別所有 回去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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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感谢各位来参加 今天的临时集团发布会 今天这个发布会 主要是想澄清一下 临时集团总裁林玉洲先生 跟夏琳小姐的一些不实的报道 夏琳 你和林玉洲是金钱交易吗 你们是走势还是走心啊 照片是你本人爆料的吗 林先生对此知情吗 夏琳 你出道以来 一直以清纯形象识人 却被爆出基本照片 请问之前是不是都是人设 夏琳 大家都说你勾引 林玉洲为了小上位 请问你怎么看 这两天你一直出入 林氏的原因是什么 是想抱林氏大腿吗 这次的白莲花女二 是你本次出演吗 大家听我说几句吧 近日来有某些爆料说 我跟夏琳正在交往 但我想说的是 这些爆料都有偏差 因为我跟夏琳 已经订婚了 他订婚 是不是真的 这什么时候 一点消息都没有 要不是因为这次还报不出来呢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他不能一直将订婚戒指 佩戴在手上 睦睦 睦睦 戒指呢 戒指 这真正 这是谁啊 对啊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小心 睦睦已成舟 睦睦 早已成为我灵异周的未婚妻 请问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交往多久了 两位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跟睦睦之间是正常的男女交往 人们不想过度曝光的 但是我们不想过度曝光的 但是却被很多的大号形容得非常不堪 有些甚至将角色也带入了生活 过度的解读 给睦睦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呢 我们选择不再沉默 如果 以后还有人这么诬略睦睦 或者伤害睦睦的话 我非常愿意出过法律的手段 来加以追求 谢谢家 那我们现在拍张照吧 来吧 来吧看一下这边 叫谁睦睦呢 这个眼睛 这边的眼睛 这边的眼睛 能不能透露一下计计 来看一下这边 谢谢 这边 两位 两位怎么认识的 一边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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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最好 一边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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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一会 早安 早安 这做戏还做全套的呀 发我一些可爱的表情 好 阳光围绕 你甜美的微笑 就在眼前我的身边倒影在我心房 我们并肩奔跑一起张开怀抱 给一个拥抱甜蜜刚刚好 夏天的风到我的梦飞跃整个秋冬 最怕的冲是你的头 追不让它存留 爱像我把肩膀每一刻都奇妙 到下一刻又会怎样 爱的雨量让我再发烧 这是最美的讯号 爱的梦里让我们拥抱 让呼吸变得美妙 这一秒最美好 今天是旅行合约的第一天 请大家共享享享保 多多一时 什么情况 多多节奏 好想多好 真的 你没有消息吗 那我们这 今天是不是不下班了 请出外面 一出海 一切都控制不了 让世界慢慢跑 收藏好美妙 行贴着心去未来报道 给你依靠 这儿 我坐这个位置合适吗 林太太的位置你坐 再合适不过了 这餐厅生意很惨大嘛 怎么都没什么客人 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 你不是不想被拍吗 你 你抱下了 难道你想被拍 营业夫妇 不就是为了被人拍的吗 好啊 那下一次我们就约会 去一些热闹的地方 大白档 你觉得怎么样 饿了吧 快尝尝 合不合胃口 知名如此 总是有些没什么 给人家 单身 对 散了 你听说没什么 你听说没什么 俩俩没什么 你听说没什么 我听说没什么 你听说没什么 我说你这儿 那主要是 说你怎么 作业 你不讯着 对 你让我看到人家 那些不讯着 大灵犀牲 接不到就接不到喽 接不到我杨杨 凌探探 为什么要来看地方 你不是喜欢人度的地方吗 再说了 今天没拍到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开快车的男人好帅啊 老板 没事 雯利 今天不用你开了 雷雷 你现在能来一趟公司吗 穆穆 上车吧 我要去趟公司 没事我送你啊 上车 好 好 李立正 恩 我们能不能 开快一点啊 开慢车 安全 还是不是有点 多余安全了 现在谁握着方向盘呢 跑步的都比我们快 后面的车一直在闪到 就不能 cho微的降点速吗 管他们干嘛 你前面靠边给我停一下 我打车去不死 不行 我送你过去 你要是送我 我估计我明天早上 才能到吧 孟默难道你喜欢 开快车的男人吗 装好了 这样考验了吧 这么快吗 别说话 我专心开车了 一题我见到 phones 几点结束 我来接 Sem accommod 不用 ihrer 我这边几点结束 我这边还说不出 你看我说了吧 开快车很容易出事的 对 谢谢 我的棒 我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真人秀 我本来呢 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 但现在 情况特殊 所以希望 你能和我一起参加 你是有必须参加的理由 可是我好像没有吧 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但是因为事发突然 还是有很多质疑我们的声音 而且我们的协议也写了 要增加曝光度 来证明我们情侣关系的真实性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曝光 对了 还有 我上次做了一个直播采访 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群水军 刷了一些又蠢又假的评论 导致现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 怀疑我们的关系 所以现在急需这个节目来骗过 不对 是一直这样的风头 我去 我去 喂 纹丽 帮我跟成立联系一下 说我跟她的会面要推迟到下周 对 然后再告诉她 她的项目书我看过了 我很喜欢 好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 绝对不会再拿这种事情 过来麻烦你 今次这一次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又不做亏本的买卖 果然是商人本色 说吧 你还有什么条件 既然我要去参加这个节目 那我们在节目组面前 就不能露情 我要提前排练 你这还挺敬业的嘛 明天开始 来我家排练 好 我 这什么 我让文历编写了我们相遇的经过 如果有人问起来 我们得统一口径才行 文特助还真是全能啊 活动时间到 夏林网活动现场敢去 活动时间到 活动时间到 来 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源 这也太老套了吧 那跟我们的真实经历相比呢 我们的真实经历 至少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啊 还抱着转两圈 以为是在跳华尔茨啊 而且那个姿势亲上去 门牙都会被磕掉了吧 那你觉得要怎么亲 至少应该 我们干嘛研究这个呀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事情呢 就是说多错多 还不如说 我们就是 在活动现场认识的 你呢 被我的美貌所吸引 对我一见钟情 念念不忘 然后死缠烂打 而我呢 也就只能 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行了 就按你说的 我瞎说的 不用 我觉得挺好的 饿吗 你这是要亲自下厨吗 凌夫人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 那都不好意思呀 行吧 那我先去参观参观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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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